That's what it means 弟兄姐妹们 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主题的信息 是关于信心的教导 信心的教导 信心是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会活出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祝福 医治 恩赐 权比 能力 所以信心是非常有能力的 可以说 我们今天活着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 不管是灵的层面上 红的层面上 身体的层面上 或者是我们的婚姻 家庭事业 施工层面上 都是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 与信心有关系 所以今天主日的聚会呢 我要分享信心的大力 非常信心的大力 这是一个系列的信息 系列的信息 所以我要 专注在信心的教导上 信心的教导上 要帮助弟兄姐妹 明白 信心是 是什么 信心从哪里来 如何建立 稳固的 信心的根基 以及 在这场信心的征战当中 我们如何打赢这场 信心的仗 对不对 是打着美好的仗 它是信心 然后呢 我们如何释放出我们的信心 包括我们的宣告 我们的话 包括我们的祷告 还有我们的生活行动 都是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 能吗 所以信心对基督徒来说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但是弟兄姐妹们 信心呢 它不是一个要求 不是一个要求 不是要求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信心 你就有信心的 看到没有 信心也不是成为一个定罪 说你为什么没得医治 是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没信心 神才不能医治你 你没信心 神才没办法医治你 你没信心 因为你没信心 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什么是信心 当我们认识到 什么是信心的时候呢 神所做成的一切 才能在我们身上发现 那么我刚才讲到 信心不应该成为定罪 说你没有信心 信心也不应该成为要求 说你要有信心 无论是定罪 说人家没有信心 还是要求人家 说人家要有信心 都不能使人 真正的有信心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什么是信心 信心不是要求来的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什么是信心 信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如何才能有信心 所以它不是要求来的 弟兄姐妹 是我们真的要认识到 信心的本质 信心到底是什么 认识到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里面 就会怎样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知道 信心是怎么运作 接着你就会活在 信心的里面 所以首先我们要分享的 第一个方面上 是信心的定义 也就是说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信心 基伯来书的十一章 重点强调的是信心 重点强调的是信心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会聚焦 基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经文 首先 什么是信心 弟兄姐妹 这里已经在第一章 第一节了 已经有清楚的定义了 清楚的定义 这里说 信 就是 看到没有 信心 就是 这个信心就是 它就是在定义信心 定义信心 就像你这个 定义人一样 对不对 什么是人 你是 你是 你是人吗 你是什么人 对不对 所以对人也要定义 对人也要定义 因为很多人 对人的定义 都是错误的 他会说 人是猴子煎化来的 人是动物 是不是 所以他认为 人是只有物质的层面 所以他对人的定义 就是错误的 但是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关于对人的定义 你要看 看怎样的呢 你要看神怎么说 阿们 人怎么说 自己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你要清楚地看到 人的定义 是神的形象和样式造 人具有灵魂体的 三重性被造 人是一个灵 拥有一个魂 居住在这个身体里面 阿们 人是熟灵的存在 居住在 这个熟肉体的 熟物质的肉体里面 人的灵 透过人的肉体 在运作 在火 所以弟兄姐妹 但信心 他也是有定义的 在这里说信 这个信 就是对真理的天性 相信 关于神 神的创造 神的统治 基督的救赎 基督的救恩 基督的供应 基督的国度 永恒的国度 一个坚定的相信 坚定的相信 所以信与什么有关系 信心与神有关系 阿们 信心与基督有关系 与神的创造 基督的救恩有关系 与神的国度有关系 所以我们只有信靠神 信靠基督 信靠神的 就创造 救赎大功 信靠他永恒的国度 信靠他被我们的供应 才会真正的有信心 阿们 所以在这里说 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 这里说信就是 看来没有 这个就是啊 就是在定义他 就是在定义他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敌 你盼望什么 是不是 你向你期待什么 所以你所盼望的 你所期待的 虽然你的眼睛还没有看见 虽然你还没有看见它发生 但是你已经有实敌了 实敌就是怎样 实敌就是已经有这个 你已经得到了它的这个实质性的 就像这个 你这个买房子一样 买房子 它给了你有房产证 是不是 给了你有购房合同 给了你有房产证 就是相当于 它是由 这个法律的授权 它是受法律保护的 你有这个房产证 有这个购房合同 甚至是你做生意一样 你有这个合同 对不对 你买车子一样 有这个合同 有这个车子的 这个这个证件 它就是实底的意思 就是实底的意思 就这个已经有它了 有它了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未见就是还没有看见 肉眼睛还没看见 但是呢 你已经有确据了 这个确据 其实呢 在另外一个翻译 可以说是怎样的呢 法律的授权 法律的授权 法律授权的 一个委任状 一个委任状 所以你已经拥有了 这个法律的授权 所以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所以这就是信心的定义 那透过这一 这一节的经文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信心就是这样 信心就是现在 阿们 信心的定义 信心就是现在 所以你不要说 阿 现在是没发生 不 你已经有实底了 已经有确据了 所以实底和确据 对于基督徒来讲 神的儿女来讲 实底和确据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语 阿们 神的话语怎么说 你就怎么信 所以神的话语 是我们的确据 是我们的实底 那么神的话语 是哪些方面上呢 包括他的创造 他的救赎 他对你的医治 对你的祝福 对你的恩典 对你的供应 他给你的永恒的国度 给你的生命 产品 能力 荣耀 所有这一切神 创造性的话语 救赎性的话语 都是我们的实底和确据 阿们 所以你不要说 我信耶稣 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上天堂 我这个行为不好 我就耶稣不要我了 要抛弃我了 行为好吗 神就爱我 就洗面我 不是这样 不是根据你的行为 你的表现 是根据神的话 神对你的爱 是永不改变的 阿们 你信耶稣不是 你离开世界的时候 才上天堂 才得永生 你信耶稣是信的那一天 你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已经进到天国里了 你的熟灵的生命 已经进到一个熟灵的国度 叫天国 你被称为天国的子民 阿们 你信耶稣的当天 你呼喊耶稣 你就被重申 你成为新造的人 你就得中了永远的生命 看到没有 所以信心就是怎样 信心就是现在 它的确据是什么 它的确据和实体是神的话语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所以信心就是现在 你透过神的话语 你确定的相信 现在我已经得救了 现在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现在我信耶稣了 我已经是新造的人 我已经是义人 阿们 耶稣设病上 我已经得了医治 就是现在 所以它的根据 它的确据 是什么 是神的话语 只要你拥有神的话语 你就会拥有神的信心 阿们 所以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上 第一 信心是现在时代 现在时代 信心就是现在 那你的根据和确据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语 它的实体 它的确据 就是神的话语 那有人说 那我还没看见呢 我的肉眼睛还没看见呢 怎么办 弟兄姐妹 这就是第二个方面上 信心不是你先看见 才相信的 你先看见 你再相信 那不叫信心 那世人 熟肉体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弟兄姐妹 信心是怎样 信心是先相信 再看见 他们没有 我们是要先相信 你心里先相信 然后呢 在灵里面 你先相信 然后在物质世界 再当心 肉眼睛再看见 如果你心里不相信 你对你所盼望的事情 你都不相信 你心里都不相信 那不叫信心 所以这就是第二方面上 是先相信 再看见 是未见 所望之事 未见 之事 看到没有 信就是 信就是所望之事 还有是未见之事 你看到 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定 什么是所望之事 就是你所期待 你所希望 你所盼望的事 它还没发生呢 它在物质界还没彰显出来 是未见之事的确定 什么是未见之事 未见之事是肉眼睛还没看见 你的肉眼睛还没看见呢 但是呢 弟兄姐妹 你已经有确许了 有实底了 所以它是怎样 信心就是 先相信 再看到 阿们 阿们 所以在这一块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个非常出名的牧师 叫甘天信 他 他的信心 话语的事工 影响世界 那他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单纯 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 他如何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语呢 就是他不管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啊 包括来服事啊 开感事工啊 都是要先祷告神的话语 怎么说 包括他给敌人祷告 弟兄姐妹 他就祷告一次的 就祷告一次 祷告一次以后 他就不再祷告了 你不像很多人祷告 你看 祷告很多次 反反复复的祷告 对于甘天信也讲 如果你为他祷告的意思 过一会儿又为他祷告一次 一直在为他祷告 那叫什么 那叫不信 你后面的祷告 为什么你 你祷告了一次又一次啊 因为你不相信你 前面的祷告神已经听见了 你不相信嘛 所以你再祷告嘛 所以对他来说 这就是不信啊 这是怀疑啊 不信和怀疑 他说你后面的祷告 为什么你还祷告 因为你不相信你 前面为他祷告 神已经听了 所以你后面还祷告 这的话你就是不信 你就是怀疑 当你不信你怀疑的时候 你后面的祷告 把你前面的祷告 推翻了 所以就准备 他的祷告 给病人的祷告 全部都是一次 奉一苏的灵 暗所 宣告一苏的话 是不是 一苏受变伤 你得一致 奉一苏的灵 你完全健康 那之后呢 之后有人说 那还没有彰显出来 怎么办 祷告一次之后 还没好怎么办 症状还在怎么办 第二准备 对于甘心性来讲 他的信心话语的 教导的经典就是这里 他就祷告一次 然后从此以后 他就坚定的相信 我已经得一致 他这个有很多的见证 包括他自己的脸瘫掉了 他脸瘫掉了 他就给自己的脸 祷告一次 奉一苏的灵 我的脸得一致 一切的瘫痪 这些面部神经的瘫痪 疾病 奉一苏的灵 得一致 耶稣受变伤 我得一致 他就给他的脸 就这样祷告一次之后 按手祷告一次之后 他就这样 他就不祷告了 这以后 从此以后 他就怎样 相信了 但是他的脸还是贪的 脸还是贪的 这个还是歪的 所以他走到哪里 人家都会说他 他出去探访 然后那些地位 也会说他 甘地兄 你的脸怎么是贪的 脸怎么是歪的 嘴巴怎么是歪的 他怎么说 他说 我已经得一致了 感谢耶稣 耶稣 说必让我得了医治 我已经好了 所以你看了没有 人家都笑他 明明是脸歪的 嘴巴歪的 贪的 为什么 你说是好的呢 所以人家就笑他 但是他 他怎样 他不接受任何人 说他的脸是歪的 也是歪的 也是贪的 他只接受神的话语 他祷告以后 他就相信神 已经医治了他 所以他就探访 人家这样说他 他坚定地相信神 已经医治了他 然后在教会里面 讲道 是不是 按照一般人来讲 那脸歪的 一个传道人 一个信心话语的牧师 信心话语的传道人 如果自己的脸 都是歪的 你还讲道了 发型不好 都不讲道了 是不是 发型都要搞好一点 才能上台讲道 你带起来 你西方翻起来 才能上将来讲道 是不是 但是你看 赶紧心 永远上台讲道 把他上台讲道 下面的弟兄姐妹都看了 然后他就歪着嘴巴讲道 弟兄姐妹 然后就这样歪着嘴讲道 弟兄姐妹下面听着 有的人就哄哄哄哄哄哄笑 有个人就这样 最后就问他 甘利兄 你怎么嘴脸是歪的 你怎么嘴是歪的呀 怎么嘴还没好 脸还没好 他在台上说 耶稣受边上 我得了医治 我是健康的 我的嘴已经好了 我的脸已经好了 我已经得医治了 所以下面弟兄姐妹 看着他脸歪的 嘴是歪的 这样他瘫着的 面瘫嘛 神经系统瘫了的 所以人家就怎样 都在那里 哈哈哈哈大笑 干的 不用几美 所以你看 甘利兄 他就是怎样 他就是不接受 任何的症状 当他祷告 根据神的话语 耶稣受天伤 我得医治 根据神的话语 就祷告一次之后 他就怎样 完全相信 完全相信 他已经好 所以他口里面 在任何环境当中 他都说他自己好了 他出去探访 人家说他是脸是歪的 他说他好了 他站起来讲道 人家说他脸是歪的 他说他是好的 因为他宣告的是 人数受天伤 我得医治 阿们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 他就祷告一次之后 从此以后就是相信 就是感恩 就是相信 就是感恩 根据什么呢 就是根据神的话语 阿们 根据神的话语 他相信 他感恩 他已经得着了医治 他不再接受任何的症状 哪怕是 还是瘫痪的 哪怕是脸还是歪的 哪怕是脸还是怎样 贼还是歪的 这些症状他不再接受 他也不接受 任何人对他所说的 问题的话语 包括人家说 哎呀 赶紧说 你的脸怎么还没好啊 你的脸怎么歪的 这么厉害啊 你的嘴巴怎么还是歪的呀 等等 弟兄姐妹 但是你发现了吗 无论别人怎么说 他仍然是坚定的 相信神的话语 所以他祷告一次之后 他就持续的相信 祷告一次之后 他要做的是相信 是感恩 是继续的来感谢神 已经医治了我 阿们 所以非常奇妙啊 他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相信 就这样的感恩 他能力 可是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人 他身体有力 你看他祷告以后 他怎样 他不相信呢 你祷告一次以后 他还要找你再祷告 不能找你祷告 还找这个祷告 找那个祷告 找张牧师祷告 李牧师祷告 王牧师祷告 到底没祷告 是不是 你祷告再多 他不相信 他还要找人祷告 所以呢 当他找这个祷告 找那个祷告 一直在找人祷告 他不相信 自己的医治 也不感恩神 医治的他 你发现 他会经历 很大的决定 所以弟兄姐妹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决定 他的第二个方面上是 你要先相信 才再看到 阿们 他是先在灵界里面成就的 甘心得一致 他是先相信 自己在灵的方面上 熟灵的方面上 先成就了 然后在物质方面上彰显 所以他心里先相信 他先感恩 先感谢神 已经医治了他 接着呢 弟兄姐妹 奇妙的事件发生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他的灵 完全地恢复健康 阿们 这一半完全地恢复健康 完全地坠过来 是不是 所以这些弟兄姐妹 就跟他讲一句话 说他是怎样 说他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神机奇事伴随他 睁着眼睛嘛 因为本来脸是歪的 嘴是歪的 面瘫了 但是人家说他是瘫的 他不相信 他还是要睁着眼睛 还是说他是得意志 是好的时间长 这叫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于这些不明白真理的人 没有信息的人 认为他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与这个事实不一样的话 但是神机奇事伴随他 为什么神机奇事能伴随他 因为他坚定地相信神的法人 阿们 好不好 所以在他的施工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间队 盖基西牧师 他的信心化人的施工 有很多这样的间队 包括他为他女儿祷告 他的女儿这个脸上长了一个瘤 他跟他女儿就祷告一次 祷告一次之后 他就是相信他女儿脸上的瘤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女儿脸上的瘤还没有消失 所以某鬼也会经常的提醒他 甚至晚上睡到半夜 他提醒他去看一下 女儿脸上的瘤消失了没 跟他把灯打开 他就看 他他怎样 他不去 他说他奉耶稣的瘤 耶稣十五天上 我女儿得一致 他就坚定地相信他女儿脸上的瘤消失 那开车的时候 他女儿坐在后面 他在那儿开车 女儿坐在后面 然后他回头 有的时候写着 这个魔鬼就在他里面告出来 你看一下女儿 你看他里面他流越来越大 有的时候他又怎样忍不住 就一看 果然是眼神流 不但没消失还大一点 然后他怎么办 魔鬼就告诉他 你这要送医院呢 怎么怎么怎么 弟兄姐妹 干净性是怎样的 干净性 坚定地用神的话而抵挡 还要送一丝的 我女儿一心得一失了 一心见他了 所以无论是仇敌 放多少的思想意念 在影响他 嚼着他 让他怀疑神的话语 怀疑他的祷告 不相信他女儿的医治 不相信他女儿的杨少刘消失 他都这样 他都坚定地拒绝 抵挡 不接受 他只相信神的话语 虽然肉眼睛 现在看见疾病还在 刘还在 刘子还在 症状还在 但是弟兄姐妹们 他坚定地相信 神的话 耶稣已经医治了 相信他的祷告 神听见了 相信神的大能在运行 恩高在运行 他的女儿是健康的 所以很奇妙啊 在将近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他自己有一天 他女儿跑进来 给他说话 他忽然间看见 他女儿眼上的这个流子 没有的 然后他就会 你脸上怎么样了 他就说 好了 完全好了 阿们 所以这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什么事 信心就是 先相信再看见 先相信再看见 所以你对这个 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 你的肉眼睛虽然没看见 但是你的心里要先相信 当你心里相信 你灵力相信 心里相信 你口里面就要承认 弟兄姐妹们了 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 耶稣所教导的 马可福音十一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耶稣所教导的 对不对 耶稣回答说 二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承了 阿们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到 就必得到 不管你说话还是祷告 只要你相信 你心里不疑惑 只要你相信 弟兄姐妹 你信是得到就必得到啊 什么是信 信就是你不再怀疑了 不再忧虑了 不再担心了 是不是 你相信根据神的话 你相信已经成就了 已经成了 成了 哈利路亚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人有信心的人 他不会疑惑 不会忧虑的 这个疑惑啊 忧虑啊 不信啊 这些思想和意念 这些感觉和情绪 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魔鬼来的 不管是透过你身体上症状的感觉 还是把这些负面的思想和意念放进来 还是透过别人在那里说 不管是医生在那里说 你家人在那里说 甚至是弟兄姐妹同事在那里说 说你这些疾病啊 这些症状的问题 你听到啊 通通都是魔鬼 透过这些渠道 想要让你怀疑 让你疑惑 让你忧虑 让你担心 疑惑是对魔鬼的信心 当你怀疑 你不信 其实你就是在相信魔鬼了 相信他的话语 弟兄姐妹妹 所以你看到甘心信物师 他信心话语的教导 非常强大的意念 是怎样 是先相信再看见 怎么相信 根据神的话语相信 所以他祷告一次以后 他就怎样 他就相信 你就感恩 阿们 如果你是相信的话 你祷告一次以后 你就相信 你就感恩就行了 不用在那里反复的 在那里祷告 你累不累啊 你全面的这样的祷告 祷告一致我 要送一送你 疾病出去 魔鬼出去 可是后面没到当一会儿 你又过来祷告 祷告一致我 奉一送你 魔鬼出去 疾病出去 你知道你在干啥吗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服侍 去一个地方服侍 那个地方有一个姐妹 她非常的爱毒 可是她的妈妈 孙病死了 我在那里服侍了 因为当时我们在看这个特会 神机医治的现场 恩高非常强 弟兄姐妹 我在带着她们宣告 奉一苏的名医治疾病 感触某位 很多的见证发生 所以这个姐妹 她当时非常的感动 好了以后 她就跟我交通 她说她妈妈的身体的疾病的情况 她就跟我想 她说为什么她妈妈没得医治 她说她妈妈生的这个疾病呢 是属于这个 在他们当地来讲 是一个很 很少的一种 这种疾病的例子 它是属于骨头里面有问题 骨头里面有问题 血液里面也有问题 所以在当时的医生 他们当地的也没办法解决 然后他就怎样 到处找人祷告 找这个教会祷告 那个教会祷告 这个牧师祷告 那个牧师祷告 中国的牧师祷告 国外的牧师祷告 甚至怎样 甚至还找了美国的牧师祷告 他就跟我讲 他找了很多的人 很多的牧师 为他母亲祷告 可是呢 他的母亲怎样 不但美好 反而越来越严重 最后怎样 最后就闭死了 所以对他来说 非常大的打击 非常大的打击 我也知道 很多的人都有这些经历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贵州的弟兄 他也是有这样的经历 他也是为他妈妈 他妈妈也是身体的 他为他妈妈祷告 也前日为他妈妈祷告 可是呢 他妈妈还是离开了世界 所以最后他怎样 他都不服事了 传道了 本来是传道了 后来都不传道了 也不再教会你服事 但后来他听了我这个 那个暗所的大能 一日的大能 这些真理的信息 他听了以后呢 他就重新的怎样 恢复了 重新的恢复了 他里面的信心 里面的这种 这种服事的这种信心 对神话语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 他又开始怎样 看得起来服事 所以他就开始重新的 怎样建立了信心 所以这个节目也是这样 当他跟我交通的时候呢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找这么多人祷告 慢慢还是离开世界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 我说其实是因为 每一次人祷告之后呢 其实神都在助攻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看见 这个孰灵世界的运作 临界的运作的方法 就是耶稣说 啊 挪开此地 对这个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说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你信你所说的必成了 祷告也是这样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到 就必得到 你信你所祷告的成了吗 如果你信你所说的是成了 你信你所祷告的成了 听着啊 你不会找这个祷告 找那个祷告 找那个牧师祷告 找这个有恩赐的 有意志的祷告 找全世界的人给你祷告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 不断的今天找这个 明天找到后天 天天都这样找人祷告 你是活在怀疑里面 你不相信 全面的祷告 你不相信 你送的耶稣里面 前面的这个人给你祷告 祷告一致他 奉一苏里面 疾病离开 莫非 出去 是不是 你在那里 阿们阿们相信 可是呢 可是呢 第二天你又再找人祷告 找这个人祷告 这又给你祷告 祷告一致他 奉一苏里面 莫非出去 疾病 出去 问题就出来了 什么问题 本来魔鬼已经出去了 疾病已经出去了 你知道吗 本来已经出去了 可是你还在那儿等着 有人说 那出去了 为什么症状还在 症状还在 是因为它需要 有的时候你身体的细胞被破坏了 身体的器官被破坏了 被疾病的破坏了 它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时间 恢复的 但是这个里面 疾病离魔鬼的压制 魔鬼 邪恶的生命 已经被赶不去了 所以你接下来 你应该做的是怎样 应该做的是方言祷告 相信神的话语 你已经得一致 感谢神 荣耀神 把感恩归给神 对你的身体说祝福的话 我已经好了 我已经得一致了 我已经健康了 用这些恩高的话 信心的话 祝福的话 来祝福你的身体 帮助它 修复身体的细胞 和受损的器官 让它恢复健康 明白 可是很多人不明白 包括这个节目也是这样 所以当他祷告 祷告 不断地祷告 其实鬼已经赶出去 疾病已经赶出去 但是后面一个人来 又赶鬼 又在赶鬼 又在祷告 所以这个节目就这样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越祷告越严重 我就告诉他 是因为你不相信 是因为灵界的运作 你不明白 魔鬼已经赶出去了 可是你找一个人 又来祷告 又来赶鬼 所以这个鬼 他本来已经出去了 可是一听 啊 又在赶鬼啊 我问他已经出事了 你又在赶 那证明一件事 你不知道我出去了 你不相信我已经出去了 所以某某某又会怎样 他又会回来 因为什么 因为你在赶鬼的时候 他 他怎样 他知道你没有信心 知道你不相信 知道你又在赶他 那人他已经出事了 你还赶他干什么 已经出事了 你还在赶他 那就是你不相信 和不知道 他已经出去了 这叫不明白 熟灵世界的运作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了 所以这就是信心话语的重要 当你明白信心是怎么运作的 信心是你先相信再叛造 阿们 你奉耶稣的那感慰 奉耶稣的你赤个鬼出去 赤个鬼运出去 之后你就要相信了 看到没有 你看在我们的医治的聚会 我在导致的聚会 刚刚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我在奉耶稣的名赶鬼 奉耶稣的名 按手 医治之后 都会要怎样 都会要你起来活动身体 阿们 都要让你开始检查你的身体 要让你起来活动身体 做你以前不能做的动作 阿们 都要让你跟着一起来宣告 耶稣受天上 我得了医治 感谢耶稣 我已经健康了 已经恢复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宣告 有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祷告好了以后 有这样的宣告 有这样的活动呢 弟兄姐妹们 这就叫信心 阿们 这就叫信心了 所以当你相信 我给你祷告以后 当你相信 你已经得医治了 你就会起来 你就会开始活动你身体 阿们 做你以前不能做的动作 你的身体就会改变 就会恢复健康 就会得医治啊 弟兄姐妹 所以信心是怎样 第三个方面上 信心是 蛮有把握的信念 是天命的信念 是蛮有把握的信念 阿们 你蛮有把握吗 弟兄姐妹 所以信心 其实它不仅仅是 我们所理解的 那一个名词 信心 就是信心更深的层面 它是个动词 信心是个动词 信心是在活动的 信心是在运行的 信心是个灵 弟兄姐妹 既然是活动的 它就是怎样 它就是生命的 所以信心是个灵 所以神的属性层面上 有一个属性层面 叫信实 神是信实的 阿们 所以当你接受神的话语 相信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信实 神的灵 这个信心的灵 在你身上运行 阿们 你不能对神的话语 只坚定的相信 这个信心 它分两个方面上 在真意层面上 它是名词 信心 在真意层面上 它是名词 是不是 但在行动层面上 信心是个动词 信心是个动词 我们看一节的经文 雅各苏 我们看一下 雅各书的第二章 十四节 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 还有十七节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十七节说 这样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这里他强调的是怎样的 弟兄姐妹妹 弟兄姐妹妹 这里我要跟你分享的 和强调的是 这里的信心 它是一个怎样 是一个行动的 信心是一个行动的 所以这里的信心 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它不再局限于名词的 信心 这里的信心 它是怎样 它是可以行动的 信心是个灵 信心是个灵 所以身体没有灵魂 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阿们 当你坚定的相信 神的话语之后 肯定在你的行动上 你的行为上 会怎样 会与神的话语 一致 一致 所以信心是我们 难有把握的信念 阿们 虽然你的肉眼睛 没有看见 但是你已经这样 你已经非常有把握了 非常有把握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那个 TPS书亚讲过一篇道 里面就讲到了 关于这个信心 信心是怎样 信心是非常有把握的 非常有把握 他用了一个比喻 用了一个比喻 解释 讲这个信心 他说 这个一个农夫去杀种 杀种 他总是撒在地里面 然后他就怎样 就回家了 是不是 种子种下去了 然后呢 第二天 他又来看一看 总之 有没有发芽 然后他会怎样 他会把那个泥土扒开 来检查一下 那种子怎么还没发芽 然后他就怎样 又把这个种子盖上 又回家 然后第三天 又到团里面来 又把种子扒开 又来检查 你怎么还没发芽 这种子 然后又怎样 又把它盖上 又回家 然后一脸天天都过来看 他怎么还没发芽 你怎么还没发芽 怎么还没发芽 丢姐妹 有没有人种地 是这样的 种啊 有没有这样的撒种 这样的种地 是这样的 天天在去检查 然后看一下 种子怎么还没发芽 没有嘛 你看所有种地的人 农夫他都怎样 他都会把种子 种下去以后 他就会相信 这个种子 自己就会发芽 就是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基督徒 很多的人 都是这样的 当你 当他祷告以后 当他 别人服侍他以后 或者自己祷告以后 他都会问 今天会问 怎么还没好 祷告以后 怎么还没得十八 哎呀 怎么还没得一吃 怎么 怎么还没恢复健康 这都是怎样 这都是相当于 把种子种在地里面 然后天天把种子 又拔出来 怎么还不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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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 这叫怎样 这就叫怀疑了 怀疑了 所以信心的定义 它是怎样 是你蛮有把握的 阿们 把种子种下去以后 你就会怎样 22件 你就会深深的相信 他必定发芽 阿 必定发芽 你相信神的话语之后 他必定会成就啊 阿 必定会成就啊 使徒行传的 27章25节 阿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 17章25 27章的25节 使徒行传的27章25节说 所以 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阿们 看到没有 保罗和这么多的人啊 他们在海上 在潜上 在海上 当海 潜上起了风 他们就经历了很大的拦阻 这个风啊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几乎要怎样 要把船推翻了 几乎这些人都没有活命的指望了 这些人一连好几天都怎样 不吃不喝了 而且怎样 太阳和星星都不露出来 这整个他们就连得救的指望都没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发现 这些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 谁啊 就是保罗 所有人连 因为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风浪 吹地 太阳和星辰都没看见 都是雾云密布 整个海上 海天一色 都是黑的 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每一个人都怎样 都觉得没有希望 所以吃饭都吃不下 但是你发现 只有保罗 他相信 他相信什么呢 相信会得救 为什么保罗相信会得救 会平安 因为神对他说话了 二十五节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保罗就 安慰大家 是不是 保罗安慰大家 保罗说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要抓住 神对你所说的话 你不要说 那是保罗 我怎么能有保罗这样的信心 那神能对保罗说话 神也对你有说话 阿们 神对保罗说的话 保罗写在圣经上 当你今天也是神的儿女 你也是基督的门徒 弟兄姐妹 当你读这些话 就是神透过保罗对你说话 明白吗 所以神对保罗说话 保罗在对这些众人说话 就相当于神对这些众人说话 阿们 阿们 所以这些众人都怎样 他们就听着保罗的话 他们就相信保罗的话 对不对 保罗叫他们吃饭 他们之后就吃饭了 所以这之后他们吃饭 你发现了没有 你看这个三十三节 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说你们炫旺忍偶 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 这是欢呼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的这话 就拿个饼在众人面前 住戏了神 不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就吃了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不 他们已经十几天没吃饭了 十几天没吃饭了 为什么不吃饭 因为他们觉得活着没指望了 吃不下 明白 吃不下饭 但是现在为什么吃得下饭 因为现在神被保罗说话 然后保罗又对他们说话 就是神透过保罗对他们说话 阿们 当他们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透过保罗对他们说的话 你发现本来不吃饭的 开始吃饭 本来绝望的人 开始有希望了 是不是 弟兄姐妹 所以这就是怎样 这就是对神的话语 没有把握的信心 阿们 你需要相信 神怎么说 事情就怎么成就 这是非常厉害的 阿里路亚 你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摇摆 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限制 所以信心是在别人都宛弱的时候 你仍然刚强 别人都放弃的时候 你仍然坚持 别人都退后的时候 你仍然向前 别人都摇摆的时候 你仍然坚定立他 这才叫信心 不摇摆 不退后 不怀疑 万有把握的相信 神怎样说 事情你怎样成就 成就 阿里路亚 成就在你的身上 阿们 所以这就是信心 是从神的话语而来 弟兄姐妹 只要你开始拥有了神的话 神的话 在你的身上 就开始成就阿 阿们 明白这灵界的运作 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提到 甘心信不实 在这个信心话语的事工当中 他的这个事工太强大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视 神话语的传道者 无论做什么 都是以神的话语为标准 无论做什么 所以他有一次 他们在一起聚会 正在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到教会来通知 说有个弟兄生病的 在医院要抢救 医生说没办法治了 医生说没办法治了 让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赶紧为他祷告 当时甘心信不实在 在那个现场聚会 但是不是他带领的 是另外一个弟兄带领聚会的 他是参加的 之后的另外的一个弟兄 在掌材上就赶紧带领 弟兄姐妹 一起为这个弟兄来祷告 方言的方言祷告 悟心的悟心祷告 全部教会一起来祷告 甘心信不实在 他们一起来祷告 为这个弟兄来祷告 好 祷告几分钟以后 祷告好了 他们都全教会都祷告好了 这个弟兄就这样 就下来了 这个弟兄下来了以后 走下来以后啊 弟兄姐妹 他从奖牌上下来以后 走到这个会场 然后一会儿 他又怎样 又上来了 又到奖牌上来了 他就到奖牌上来了 干啥呀 他给弟兄姐妹说 弟兄姐妹妹 那我们再来为这个弟兄来祷告一次 还有多少人愿意 继续地为这个弟兄来祷告 举手 我串一道 整个会场 听到啊 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只有一个人没举手 谁啊 甘奸信 啊 他的名字取得太好了 叫奸信 甘奸信 是不是 人如其名啊 你什么名字 你会活出什么生命 所以他 为什么他没有举手 所有人都举手了 所以这个弟兄就 就告诉他们 说你们 你们这些所有的举手的人 证明一件事 啊 证明一件事 你们刚才所有的祷告 你们都是不相信的 不相信神听的 不相信神成就的 所以你们还要祷告 啊 整个会场 只有谁 只有甘奸信和他是怎样 是他和他是坚定的相信 神一致 其实这个弟兄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给大家考验一下 看你是不是坚定的相信 你的祷告 神听呢 是不是有这个信心的把握 弟兄姐妹 结果后来啊 没多段时间啊 那边啊 联系发电话 打过来啊 这个告诉他们 那边人告诉他们信息 说这个弟兄谁啊 说这个弟兄 转为为安 开始谁啊 恢复健康 所以看到没有 这个弟兄得意志 甘奸信任牧师就要讲 虽然这么多的人 为他祷告 但是呢 但是呢 其实只是因为 他这个带领的人 和他甘奸信 这两个人的信心 是他对的 别看人多 在熟灵的世界 跟这个物质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 物质世界看人多 人多是动 人海战术 是不是 这是物质世界 但是在零件里面 不是看你人多的 弟兄姐妹 是看你能不能同心合意 如果你能同心合意 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 两个人同心合意 无论祷告 无论祷告求什么 都必给你成全 如果你不同心合意 就算是你有两万人 二十万人 一起来祷告 也没用的 没用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让我们看到 你的祷告 你的祷告 是不是在信心里面 祷告以后 你是不是相信 是不是已经成了 阿们 所以你看到这个姐妹 她妈妈 她请了很多人 为她妈妈祷告 但是最后 她妈妈还是离开世界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相信 祷告已经成了 如果你相信祷告成了 你不用再请别人祷告 你最后还是怎样 按照你所相信的去思想 去说话 去相信 去感谢神 去荣耀 把荣耀归给神 去行动 去圣磨 看到没有 阿们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建立的一个信心 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 要有没有把握的信心 这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没有把握的 相信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 我们的祷告之后 我们这样的相信的话 她会怎样 她会成就出来 会成就出来 所以你说的话也这样 你说的话 都是与你的祷告是一致的 你知道吗 阿们 所以我们在祷告以后 我们会 估计弟兄姐妹 开始 开始这样 开始来承认你的一致 开始来活动你的身体 开始让你的身体 做出动作 做出这个 以前不可能做的动作 这些身体的行动 它是一个怎样 是一个 是一个信心 信心的灵 在运作 阿们 是让你的身体 运以所信的信心 开始一致 开始一致 郭雷诺后书的四章十三点 郭雷诺后书四章十三点 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 但我们既有信心 正如今上记者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阿们 这就是 这就是 张基辛牧师 他这个 信心化有失控的 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文 这里强调的是怎样 强调的是 你的信心 是你有信心的话 会透过你说话 来表达出来的 阿们 所以这里说 这样看来 是不是 但我们既有信心 如今上记者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阿们 不管你面对什么环境 什么逼迫 什么苦难 什么争战 什么问题 什么症状 听着 如果你相信神的话 你找到神的话了 你根据神的话来说话 根据神的话来找到 之后啊 对不对 祷告之后 你要做的就是相信 阿们 你要做的就是 把荣耀归给神 你要做的就是 感谢神已经医治了我 这就是 张基辛牧师 他们信心化 与教导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核心 只要你把这个核心 抓住了 从此以后 你说话是不一样的 你不会顺着问题说话了 你不会顺着症状说话了 你不会顺着环境说话了 你不会顺着魔鬼说话了 弟兄姐妹 你会怎样 你会顺着神说话 你会顺着你心里所相信的 所以心里面相信的神的话来说话 因信如此说话 你怎么信 你就会怎么说 阿们 好不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关系到 我们 当我们如此的相信 我们就会如此的说 如此的相信 我们就会如此的说 罗马书的第四章 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的经文 罗马书第四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并且仰望神的音许 谁啊 亚伯拉海 亚伯拉海 如果看到自己的环境 自己的身体的话 他身体已经老了 萨拉的身体也老了 是不是 如同你一死 萨拉生育已经淡去 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 用人的想法来看 都是这样 但是弟兄姐妹 你发现了吗 他没有停留在这里面 没有看肉体 没有看环境 没有用人的想法 看自己的身体 没有用自然的想法 看自己的身体 它是怎样 二十节非常重要 你发现它是 并且仰望神的音许 阿们 这个仰望是什么意思的 这个仰望就是相信的 就是抓住 相信和抓住神的音许 就是神对他所说的花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过 反倒因信心里及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并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弟兄姐妹 跟我说满心相见 阿们 所以如何心里得坚固 如何满心相信 如何把荣耀归给神 那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 信是所望之士的实体 是未见之士的确据 虽然你的肉眼睛没有看见 是不是 虽然现实的环境中还没发生 虽然撒拉身体已经淡皮 亚伯拉的身体已经老了 但是弟兄姐妹 你只要抓住确据 抓住实体 抓住神的话语 对不对 神的话语 神的音许就是他的实体 就是他的确据 帮他坚定的相信 满心的相信 帮他抓住 帮他把荣耀归给神 帮他感谢神 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弟兄姐妹 这就是他在怎样 他在对自己的身体 说神的话 明白了吗 哇 真是太行啊 所以你看到那样 所以真正的信心的定义是怎样 你要说话的 因信如此说话 你对神 你祷告以后 你要做的是怎样 对神你要说相信的话 感谢的话 感恩的话 对你自己的身体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得医治的话 健康的话 已经好的的话 已经年轻的话 可以生育的话 恢复健康的话 完全健康的话 充满生命的话 充满活力的话 亚伯拉罕对自己的身体说话 你明白吗 阿们 你在这里要看到 他对神说话 把荣耀归给神 对自己身体说话 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相信自己身体会 会健康 会年轻 相信撒拉的生育 怎样会恢复 会具备有生育的能力 他在说话呀 对自己的身体说话 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他就是在对身体说话 阿们 包括你的弟兄姐妹 包括你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 信心是非常有把握的 当你在神的话语上 来建立了信心 你就要开始按照神的话语来说话 阿们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 第一个方面上 信心的定义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信心 所以这个信心的定义 它非常的强大 现在弟兄姐妹 它可以帮助我们 建造我们内心的世界 与神的属灵世界 完全的合一 与神的话语完全合一 与神的灵界完全合一 与神的能力完全合一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所有物质界的当性 所有肉眼就能看见的 物质界能触摸到的当性 都是先从灵界当中 运行的成就 当你的灵里面成就 灵里面得到 弟兄姐妹 在你的物质上 你的身体上才会发生 所以信心是属灵的 阿们 信心是一个灵 弟兄姐妹 那么信心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是 是在神的话语上 来建立起来的 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讯 透过西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看到了第一节 他对信心的定义 是非常精准的 之后呢 我们看到他讲到 关于信心 信心的历史 信心的运作 从神创造这个世界 都是因着信而创造 再到亚伯献祭 再到亚伯来 这个以洛 这样 以洛被神接去 罗亚创造方舟 建造方舟 亚伯拉罕被呼召 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到神所应许之地 还有 还有雅各 对不对 以撒雅各等等 包括他们这一切的应许 甚至是 亚伯拉罕他身体 本来是已死的身体 但是生出了子生 多如天生的心 海边的沙 还有木齐生下来 还有你看到整个 以色列他们的世事时代 还有这个先知时代 这些有信心的人 他们都怎样 他们都胜过了环境 阿们 他们都胜过了一切的苦难 他们都胜过了一切的问题和挑战 是不是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躲在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风人 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光的前军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些人 当他们单单的相信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你发现在他们的生命中 都活出了奇妙的神迹 都得到了美好的证据 阿们 都得到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成就 好不好 所以宝贵的弟兄姐妹 他们成为信心的英雄 信心的英雄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 用他们的生活 用他们的行动 定义了什么是信心 哈利路亚 信是所望之士的实体 是未见之士的确据 所以今天 主日的上午我们分享的 信心系列的课片 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什么是信心 信心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 建立起来的 阿们 建立起来的实体和确据 阿们 阿里路亚 好不好 所有的家人们 无论你的环境如何 问题如何 无论你现在面临的情况如何 你永远要坚定的相信 是相信的是神的话 阿们 所以信心就是现在 你信心是先相信 再看到 信心是没有把握的信念 弟兄姐妹 当你这样的 在神的话语当中 建立了信心 那么信心的灵 就会在你的生命中运作 信心的大人 就会在你身上彰显 当你说话的时候 因信如此说话的时候 那么就会释放出 信心的本质 释放出信心的灵 释放出信心的大人 释放出灵里面所成的事 发生在物质的事面 阿里路亚 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阿们 相信神的话语 坚定不移地相信 把荣耀归给神 阿们 当你祷告好了以后 你就是要甘甘地相信他 祷告以后 你就是要感谢神 阿们 阿们 阿荣耀归给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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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对你的身体说祝福的话 对你的婚姻家庭说祝福的话 对你的孩子说祝福的话 相信神 祝福他 相信神的话 让人要神就在他的身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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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们的伤者 一切来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心灵 扩充满每个神灵 你 感谢你的灵 在我们中间 祈福 感谢你的信心 和信心的灵 扩充我们 能够谢谢你 现在 谢谢你的圣灵 扩充我们 谢谢你信心的灵 扩充我们 谢谢你帮助我们 扩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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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爸爸 荣耀贵给你 阿们 阿们 加着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环境 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问题 让我们看到的是你的话语 是你的音识 是你的确论 谢谢天父爸爸 祝福你的话语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力量和方向 让我们主说的一切 都是音信如此说法 谢谢爸爸 荣耀贵给你 通知一世的灵 阿们 阿们